有待母亲欢我欢歌 话说黑人小伙举起双手 向白人警察求救 警察当即开枪 对他一阵秃秃 他瞬间低头躲过子弹 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 他仨子爬上山逃跑 不料面前是万丈深渊 无奈之下 他只能跳到一棵大树上 才捡了一条小命 他之所以那么惨 全是因为秀恩爱 他叫二嘎子 是个美国黑人小伙 追上了漂亮白人妹子 这可把他嘚瑟到不行 到处炫耀女友 不仅在美国本土炫耀 还带着女友到雅典旅游 一路上拿着各种秀恩爱撒狗粮 拍个照片 摆出几百个姿势 吃个破披萨 也要抓着女友的手一顿猛亲 开着车赶路时 还要和女友接个吻 压根不看路 一阵折腾下来 女友坐在副驾驶上睡着了 他也累得不行 整个人精神恍惚 双手慢慢松开方向盘 汽车一路加速冲出公路 在空中旋转180度 撞穿一堵墙 等他醒来时 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一个红发小男孩出现 向他求救 而一个神秘女人 捂着男孩的嘴 抓走了男孩 这当他疑惑时 低头一看 女友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慌忙爬出车 用手一摸 发现女友凉了 这可把他难受到不行 毕竟他单身了35年 好不容易追上白人漂亮妹子 此时他想起了一句 治理名言 秀恩爱死得快 由于这句话太有杀伤力 他一口气没上来 晕了过去 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到了医院 伤口已经被爆炸 一位警察出现 询问他的情况 他慌忙问警察 女友情况怎么样 警察告诉他 女友很凉快 让他放心 他一看警察人还不错 要去看看女友 警察告诉他 太平间开门老头下班了 都过几天才能看 他只能开始配合警察做笔录 把他和女友秀恩爱的事情 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弄得警察有些不带烦 叫来局长胡子书做笔录 胡子书毕竟是老油条 先让他给女友的父亲打个电话 他告诉未来岳父 打电话没啥事 就是给你报个丧 你女儿凉了 话音刚落 他一把挂了电话 胡子书安慰他 说幸亏他撞了一栋 十年没人住的房子 没造成大损失 他当即告诉胡子书 那个房子里 有个红发小男孩 还有个神秘女人 胡子书一听 面色有些不正常 说他撞伤了脑袋 产生了幻觉 让他回旅馆休息一晚上 他回到旅馆里 打开背包 看着女友的衣服 他伤心到不行 心想好好的女友 说凉就凉了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 导演抬手给他一瓶暗眠药 给他和女友一起去世的机会 他当即拿着暗眠药 来到出世的地方 把暗眠药倒在手上 心中却没有了勇气 不想和女友一起投胎 导演一看他怂了 决定给他加点劲 派出神秘女人大鸡毛出场 大鸡毛掏出手枪 对他凤凰开枪 他瞬间用出祖传技能 低头躲过子弹 腰子猛一用力 百公里加速 缩减到一米 跑出房间 躲在掩体后面 瑟瑟发抖 观察大鸡毛的动静 这时局长胡子书 开车赶来 拿着枪向他喊话 说大鸡毛认错了人 让他不要担心 毕竟大家都是人 只是他出生时 放了点老臭 自己出生时 放了点淀粉 所以颜色有些区别 他一听胡子书 说的很有道理 当即动了心 他举着双手 缓慢站起身 大鸡毛试念抬枪 打上他骨折的胳膊 警察胡子书 也迅速开枪 对他凤凰秃吐 他爆发祖传躲子弹技能 躲过胡子书的子弹 开了急走 一路加速 爬上山顶 一低头傻了眼 下面是个悬崖 但他根本不怕 一头钻下悬崖 跳到大树上 顺利落地 一路划铲 成功逃出森林 躲进一辆破卡车 凭借一身天赋皮肤 躲在暗处 开始休养生息 第二天早晨 三个老猎人发现了他 他熟练的举起双手投降 老猎人一看 他吓得一脸惨白 还挺可怜 把他带回家 给他重新处理伤口 还要给他做饭吃 不料大劲毛和胡子书出了线 他告诉老猎人 大劲毛两人是坏人 老猎人当即下楼 要赶走胡子书 胡子书一耳八字 山非老猎人 开始搜查房间 二嘎子一看 事情不对 抬手顺走老猎人 一件衣服 爬着窗户 逃出房间 一路灵活走位 跑进森林里 在一个小山坡上 遇到了养疯人夫妇 借用养疯人的手机 拨通美国大使馆电话求救 大使馆告诉他 需要程序报备 一天后才能去营救他 这段时间 他必须保护自己 他一听炸了锅 决定自己去大使馆求救 养疯人告诉他 必须穿过森林 到山的对面 坐着大巴去火车站 才能到主城去 他当即动身 穿过一座山 渡过一条河 遇到了一群写生的学生 百般请求老吃 才坐上了大巴车 来到火车站 买了票之后 他仍旧非常惊恐 躲在人少的地方 不停观察四周情况 等坐上了火车 他才松了一口气 但麻烦很快出了线 胡子书竟然追上了火车 坐在他身边 一把摁住他的伤口 他疼到嗷嗷叫 向周围的人求援 胡子书立刻表明身份 说他是个罪犯 其他人当即停止行动 胡子书把他带到火车门前 把他摁在玻璃上 大耳八字 对着他的腰子一顿猛对 他瞬间失去战斗力 被胡子书捆住双手 更可怕的是 城景看到他被控制 也是不管不问 这时火车进入停靠站 他趁一个老大妈上厕所 瞬间撞飞老大妈 按下紧急自动开关 胡子书想拿枪 蹦了他 被他一把掰开枪口 胡子书的脚当场被打穿 失去战斗力 他当即打开车门 跳下火车 仨子跑上了大街 满眼惊恐观察四周情况 一个寻人启事 吸引了他的目光 上面失踪的人 正是那天晚上 他见到的红发小男孩 他追上贴寻人启事的两个妹子 说他见过红发男孩 让两人带他去雅典 他怀疑刚落 大鸡毛带着另一个警察出现 正四处寻找他 他立刻躲在车后面 妹子发现事情不对 让他躲进后备箱 一脚地板游上了路 离开城区后 他爬出后备箱 坐进后排 妹子告诉他 那个红发小男孩 是总统的侄子 被反对派绑架 威胁总统下台 他听完妹子的话 知道自己摊上了大事 如果不尽快去大使馆 他就会被无情抹杀 这时妹子问他有没有女朋友 他告诉妹子 他女友在车祸中凉了 随即他开始呼吸急促 说女友凉了 他很心疼 呼吸不顺畅 必须躺在妹子大腿上睡觉 不然会心脏病爆发 妹子也是善良 来到后座 伸出两米长大腿 给他当枕头 他一口气 睡了两个小时 心里那人美滋滋 等他醒来时 已经到了雅典城外 一群警察正在逐个排查车辆 他大被抓 打开车门 一路打着出流滑 跑下山坡 车里的两个妹子 看得目瞪口袋 心想这哥们跑得真快 估计子弹都追不上 他坐上地铁 开始赶往美国大使馆 下车时 他警惕地观察四周 等所有人都离开后 他才来到楼梯口 但还是出了问题 一个杀手掏出匕首 闪现偷袭 一刀刺穿他的胳膊 他用手上的石膏 当盾牌 挡住匕首 一脚踢飞杀手 扎子跑出地铁站 拿出护照 进入美国大使馆 医生给他包扎伤口后 让他找到钟情局特工 特工告诉他 他女友的遗体 已经送到了大使馆 他立刻来到太平间 看了女友最后一眼 并在审讯室里 把他经历的所有事情 都说了一遍 特工一听有些上火 要带他去找胡子书等人的麻烦 他却不想离开大使馆 因为这里比较安全 特工对他一阵忽悠 说自己能打18个壮汉 开的车也防弹 没人能伤害他 他当即放心 和特工开着防弹车 离开了大使馆 但很快出了问题 特工开着车 来到一条没人街道 掏出电枪要杀了他 他瞬间反击 夺过电枪 一顿十万福特 特工被电成憨憨 防弹车也被撞成了渣渣 他迅速下车 下子开始逃跑 要找那两个妹子帮忙 他躲进选举游行队伍中 隐藏身形 但钟情局特工醒来后 启动手机监听系统 很快确定他的行踪 他刚和两个妹子 在图书馆见面 特工带着一群手下出现 攻入图书馆要逮捕他 他抄起一根灯管 砸蒙特工 一个闪现跳下楼 混入人群中 一抬头 恰好看到他和女友 之前住过的酒店 他立刻进入酒店里 却被特工拿枪顶在了头上 特工告诉他 在这里杀了他 钟情局会把他宣传成危险人物 到时候特工会立功 而他会成为罪人 他一听特工那么坏 一个野蛮冲撞顶飞特工 抄起钢管 摁着特工凤凰输出 特工当场认怂 只能说出所有阴谋 原来钟情局为了颠覆 希腊政权 让杀手大金毛 绑架希腊总统的侄子 用侄子的命 威胁希腊总统下台 本来计划很顺利 布莱尔噶子发生车祸 撞进了关押侄子的地方 恰好看到侄子 成了唯一知道侄子 行踪的人 这才导致他被无情追杀 由于他破坏了钟情局的计划 就算他是美国人 钟情局也要抹杀他 更可怕的是 他的女友并不是因为车祸死亡 而是被大金毛亲手杀掉的 他一听女友那么惨 抄起钢管 问着特工疯狂输出 特工当场没了气 这时外面传来了一声枪响 人群开始混乱 他立刻走到大街上 发现正在演讲的希腊总统被人暗杀 现场一片混乱 而杀手正是他之前见过的警察 很明显 这些人已经被钟情局收买 他慌忙环顾四周 恰好看到逃跑的大金毛 他立刻捡起杀手的枪 尾随大金毛来到停车场 恰好看到大金毛和胡子书 要开着车逃跑 他瞬间闪现一肘子上去 砸碎车玻璃 锁住大金毛的喉 胡子书想拿枪攻击他 被他一枪打穿手掌 失去战斗力 大金毛也很凶残 一口咬在他胳膊上 拿出手枪要和他硬杠 他一枪打穿大金毛大腿 大金毛疼得嗷嗷直叫 一枪打穿他的腰子 他一眼八字打飞大金毛手枪 抛着大金毛头发 在地上一顿猛怼 大金毛被怼成憨憨没了气 而胡子书趁他和大金毛打架 一脚地板油逃了跑 他并不着急 来到六楼跨过保护栏 站在楼外面 缓慢计算时间 然后瞬间跳下楼 砸在胡子书的车上 抓着打风玻璃 摁着胡子书凤凰输出 胡子书被打得一脸懵圈 打开车门爬下车要逃跑 他却不依不饶冲上去 砂锅大的拳头 摁着胡子书打出成敦伤害 胡子书当场晕倒 两个妹子赶来不停安慰他 他哭得礼花待遇 这时汽车后备箱一阵抖动 妹子打开后备箱 里面的人竟然是希腊总统的侄子 就这样黑人小虎二嘎子 在被中情局警察和杀手追杀后 意外救出了希腊总统的侄子 从此二嘎子过上了单身的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群聚中 秀恩爱要有节制 不然的话容易乐己生悲 这部电影里男主就是这样 到处秀恩爱满大街 都是他的狗粮 最终秀累了 弄个大仨吧 女友也凉了 自己也差点凉 所以秀恩爱不要太过 不然的话容易重回单身 好了 今天电影到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 关注大黄电影哦 我们下期再见